第231章摩影 地上躺着一名中年男子 无论是扮相还是模样 都不算出众 对于赵放这种只喜欢看美女的家伙而言 最多只会看上一眼 但他却在看到中年男子后 眼睛便挪不开了 他的视线 紧紧盯着那中年男子的胸口处 在那里 闻着一个类似星辰般的标志 赵放见过这种标志 也正是如此 才让他在看到此标志的第一眼 变神色大变 因为这种标志 赵放以前只在一人身上看到过 那便是母亲犬 没错 那倒在地上的中年男子 竟是玄机宗人 该死 怎么会这样 观此人身份 在玄机宗内 少说也是长老级别 怎么会被魔器入体 变成如此魔人 赵放皱起眉头 是偶然 还是 突然 赵放想起南宫林之前的话 一种极为不妙的感觉 在赵放心头攀升 令他脸色大变 玄机宗的生死 他可以不放在心上 毕竟跟他也没有多大关系 但母亲犬在玄机宗 若是这种现象 蔓延了整个玄机宗的话 那母亲犬此刻 想到这里 赵放脸色陡然阴沉下来 不假思索的 他就朝着魔器传动的区域奔去 他要彻底搞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沿途 赵放又遇到魔人袭扰 他本想将对方身上魔器击溃 令其恢复一些神智 好问出有用的东西 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一旦将他们身上魔器击散 他们便会立刻身陨 丝毫问不出有价值的情报 越是如此 赵放越是焦躁 身上的杀意沸腾 越往深处前行 他遇到的魔人 也开始不断递增 不过 这些魔人的实力 大都与他之前碰到魔人差不多 对其根本无法造成任何阻碍 就这样 赵放一路沙发 将沿途所遇魔人 一一吐露 宣泄着心中的狂躁 他这般作 一是确实想把这些魔人杀光 二是 想以此引出魔人中强大的存在 他不相信 所谓的魔人 就只有这点水准 可随着赵放的吐露 倒下的魔人越来越多 期间也有一些魔人 在死去之时 吐出只言片语 当赵放将这些只言片语组合在一起时 得出一个震惊的结果 玄机宗全体魔化了 清玄 赵放目光威明 望着周围越聚越多的魔人 他眼中没有丝毫具意 反而目露冰冷杀意 死 拳机宗的变化 或者说 对清玄的担忧 令他越发狂躁 因此 在魔人围攻上来之时 他毫不留守 要将眼前的这群异类 全部抹杀 至于 这些魔人中 会不会有穆清玄 自己这样疯狂的杀戮 会不会因此伤到穆清玄 对此 赵放显得很是笃定 他有专属的辨认方法 魔人死了一批 迅速又有另一批田冲上来 好像源源不断一样 赵放神色漠然 表情没有多说变化 随着倒下的魔人越来越多 赵放发现 剩余的魔人 在吸收掉死掉魔人残留的魔器后 静音有在突破的迹象 他眉头一皱 正要出手 扼杀这种苗头 虽说这些魔人进化后 对赵放依旧威胁不大 但终究是个威胁 赵放是不会放任他们进化 赵放二话不说 真理吞吐间 杀向这些魔人 特么的都引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怎么还没有魔人强者前来 赵放皱着眉头 赵放耐心 正一点点被消耗 若是平时 他肯定很乐意 跟着帮奖励经验丰富的魔人 好好耍耍 但现在 心细目清悬的他 根本没有心情 在这里被这群魔人拖着 微微皱眉间 他手掌一挥 冷喝道 出来吧 灵兽军团 伴随着一道道真耳的嘶吼之声 数百头灵兽 疏然出现 这些灵兽 都是当日对付杀戮酒馆老者的残余部分 虽说等级不高 但用他们对付这些魔人 却是足够 趁着灵兽拖住魔人之际 赵放迅速前进 巨魔出世之地 曾经的山脉丛林 彻底变成了深渊沟壑 即便巨魔已经离开多日 半深渊中的魔器 却并未停止吞吐之际向 滚滚魔器扩散间 将周围一切都笼罩在魔器之中 在魔器之中 隐隐有数道人隐盘坐 气势巍峨如山 势不可挡 比起普通武尊 不知墙上多少倍 数道人隐正内部区域 盘坐着一名批发青年 青年发肆如墨 披散在前 将面容全部遮盖 根本无法看清他的真容 青年吞那魔器之时 在其身后 有一道巨大魔神虚影出现 那魔神虚影的模样 刻然正是土森 突然 正盘坐修炼的批发青年 陡然睁开双眼 两道雪红如光柱的眼睛 瞬间照亮这片地方的黑暗与沉闷 泛着浓浓的诡异之芒 在青年睁开眼的瞬间 此地魔器 骤然爆发 如山呼海啸 般剧烈呼啸起来 有动静 青年发出一道沙哑声音 瞬间 盘坐在其身侧树人 均时睁开双眼 沿路是雪之芒 玄机 你去将那个闯入的小子琴拿 本魔要把他炼成魔鬼 拳风 你去将那个女人抓来 她的身体 对我们很有营养 随着批发青年 话语落下 其左右方向 各自站起一人 这两人的修为 均是达到五尊层次 其中 那被称为玄机之人 更是四心五尊 是主人 两人沉和一声 分别向着两个方向杀去 看着那两道离去的人影 批发青年 发出一道沙哑的冷笑 如果 外面那群家伙知道 我将玄机宗掌门与大长老 全部练成魔人 不知会有什么表情 懒懒自语间 批发青年突然皱起眉头 声音透着几分古怪 那一男一女 竟然走到了一起 这样也好 倒是给玄机二人省了不少麻烦 说着 批发青年再度闭起双眼 他并不担心 玄机二人会失败 或者说 他从未想过 两人会失败 与此同时 被魔器遮蔽的幽暗丛林中 一道略显狼狈的蓝衣身影 正被一群魔人追杀 第232章 神秘少女 那少女名模好耻 容颜谈不上绝世 却也是倾城之词 尤其施那气质 更是宛如折仙下凡 浑身上下 透着一股难言的圣洁光明气息 即便是被众多魔人追杀 也丝毫不显狼狈之态 只能从其面上 看出一些交集 女子紧抿着嘴唇 向着一处地方逃去 便在此时 一道长红破空而来 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身影 少女脸上 罕见闪过一丝慌乱 哈哈 雨昕 你逃不掉的 一道阴侧侧声音 自身后传来 少女闻听此言 逃走的速度 更是加快几分 黑盲中传出一道不屑的嘲弄 一道由魔器凝聚的黑色长枪 划破天空 骤然而至 刺向少女后背 少女面色微变 连忙躲闪 魔器长枪擦着少女的素白手腕 轰然刺入地表之中 其内的尽力扩散开来 生生将少女震了回来 与此同时 在魔器长枪消失的瞬间 长枪的前方 出现一道黑盲 黑盲缓缓消散 露出其中一个消瘦高大男子身影 那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此前盘作里 巨魔深渊旁修炼 被批发男子打发出来 追杀少女的玄机踪霸长老 玄丰 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你们为何屡屡追着我不放 少女盯着玄丰 温润如玉的翘脸上 露出一丝愤怒 我们的确无冤无仇 不过 谁让你命不好 路过巨魔谷 被谷主大人大人看中呢 玄丰冷淡笑道 巨魔谷 自魔渊之地使 凡被魔器笼罩之地 皆是我巨魔谷的地盘 任何人踏入巨魔谷 谷主大人都要全力 对其生杀与夺 你们未免也太霸道了 少女冷亨 我们就是这样霸道 你又能如何 文言 少女沉默下来 即便涉事不深的她 也知道 武者世界 向来是实力为王 谁拳头大 谁就是道理 规则 虽然我也不明白 你不过是区区一心五尊 有什么值得谷主大人多次交代 但既然是谷主大人交代 那不管你是一心五尊 还是五宗 我都会将你抓回去 秋想 少女柳梅道树 娇和一生 众月阵 少女不断掐绝 一道道真力融入虚空之中 隐隐形成一道山月虚影 这山月虚影 在少女娇喝的同时 瞬间涌现 向着旋风天灵碾压而去 真是看不出来 你竟然是阵法师 旋风眼中闪过一道亚瑟 不过 你这阵法 对我无用 说话间 旋风双拳斩动 向上轰击而去 顿时 两只魔器幻化的巨大拳头 雨落下的山月 狠狠轰在一处 在轰的巨响声中 魔器拳头将山月阵裂 但山月并未消散 其事 依旧如太山鸭顶般 向着旋风砸去 旋风脸色微变 口中莫得发出一道爆壑 给我滚 其手中多出一柄魔器大斧 朝着那裂开的山月斩去 砰 在宛如惊雷的炸响声中 山月被斩成数百块 骤然崩碎 而魔器大斧也因为山月崩碎刹那产生的劲气 而破碎这一次 看似是不分伯仲 但实际上 却是旋风落在下风 他的修为境界 毕竟高于神秘少女 而且 少女这一招 迫使他连番两次变招 并在山月崩碎时 旋风被这股距立反阵出数十米远 如此 便可亏见一二 你 到底是什么人 旋风脸色大变 初次交手 他差点吃了大亏 这可不是寻常阵法师 能够做到的 现在回想起来 此女在不振之时 那速度 比起普通的阵法师 不知要快上多少倍 我对你并无恶意 你应该知道 刚才我若下杀手 你恐怕已经死了 少女解释道 我只是无一路过此古 既然谷主大人不欢迎 我现在就离去 你停止对我追杀 如何 不如何 你真觉得 本长老拿不下你吗 全风眼神冰冷 话语刚落 一股股阴寒的魔气 从其体内泛出 弥漫在其周身 缭绕不绝 随着这股寒意的涌出 旋风整个人气是大概 之前的他 虽说诡异 但好歹好有点人气 但现在的他 却是彻底沦陷 变成没有半点人类气息的魔物 魔化 少女脸色煞白 想也不想 就要退走 在他记忆之中 有一种魔修 那魔气入体 修原魔之道 这种魔修 平日里与常人无异 可一旦魔化 实力则是平日里的数倍 甚至十倍 极端的恐怖 晚了 全风口中发出一道 凄惨的笑声 他大手一抓 顿有魔气如剑 朝着少女包围而去 哭 少女脸色微变 连忙掐绝 一道防御阵法 凝聚在其身前 砰 魔气剑只打在 防御阵法之上 防御阵法聚颤 发出嘎吱咯咯 将要崩碎的声音 少女脸色大变 啪 防御阵法崩碎 魔气剑只 气势如虹 朝着少女柔嫩的身躯刺去 若是这一击刺中 少女就算侥幸不死 那具洁白如玉的身体 也会被刺出几个 透明窟窟窿窿 但少女已经没有 在阻的力量 只能一脸绝望地 看着那魔气剑只 向着自己打来 散 可就在这时 一道清喝声 在少女耳边响起 下一刻 那原本将其包裹的 魔气剑只 像是被什么力量牵引 随着那声音响起之时 骤然崩碎 少女顿时睁大双眼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但比他更震惊的 是玄丰 魔气剑只的威力 就算是六星五尊 也不敢硬抗 这人 竟然一抓之下 就令剑只全部崩碎 他 难道是五尊后期强者 一定是的 若非如此 他出现之时 怎么可能瞒得住我的感知 玄丰心念电闪 望着那自天而降 宛如天神般的年轻人 眼中满是凝重以及忌惮 你是谁 拳风猛猛贺问 来人落下后 并未看向玄丰 而是扫了那少女一眼 察觉她并未受伤后 这才微微汗手 目光看向玄丰 眼中顿有冷酷 杀意涌现 你就是这群魔人的头领 第233章玄机 那敢来之人 正是赵放 赵放冷冷望着拳风 眼露冷酷之色 你就是这群魔人的头领 拳风民众盯着赵放 寒声道 你是何人 以阁下的本领 在这北林境中 应该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你似乎没有搞清楚状况啊 文言 玄丰威正 但在听到赵放下一句话时 他表情历时多了几分速杀之意 在我面前 可没有你问话的资格 找死 玄丰神色阴沉 浑身杀意疯涨 目光阴寒地盯着赵放 凭你 还没有这个资格 赵放默然开口 手掌向前一拍 顿有轰隆声响传出 骑士 丝毫不逊色神秘少女的泰山压顶 魔枪 拳风大喝 一杆超越先前数倍的魔枪 在其掌中出现 而后猛力投掷出去 欲要将那拥有山岳知识的手掌粉碎 这次 他动用权力 自存就算不能绞杀赵放 粉碎其手掌 意识没有丝毫问题 然而 结果确实让他有些目瞪口呆 我 冰冷声音传来 那声音中蕴寒的冷素 似乎将整个空间都给冻结一般 就连原本尖锐呼啸而来的魔枪速度 也因此变卖许多 被灵力化作的手掌 一把抓住 紧紧握在掌中 魔枪拼命挣扎 但那道手掌 却像是一道无法挣脱的锁链般 令其动弹不得 这 拳风瞪眼 一股寒意 瞬间涌上天灵 魔枪 有趣 不过力道太弱了 枪 应该这样去用 话语刚落 被灵力手掌握住的魔枪 猛然旋转起来 手掌微微后仰 做出一个投掷的动作 见状 旋风眼皮狂跳 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在其心肩弥漫 大海之下 他想也不想 直接向后暴退 吃 魔枪穿过天空的瞬间 带起刺耳的尖笑声 化作一道黑芒 骤然消失 啊 惨叫声默然响起 已然暴退了数百丈的旋风 亮枪现身 脸露苍白 骇然的望着胸口处 那宛如碗口扳血窟窿 一股虚弱无力之感 淋漫在其心头 被自己的魔枪打伤 感觉如何 照方面无表情地问道 旋风紧拧着嘴唇 逗大的汗珠 自额头搭巴搭巴砸在地上 但他却不敢动弹 不是不敢动 而是有一股冰冷杀意 锁住了他 他可以确定 一旦他敢有所反应 势必会遭受对方雷霆般的攻势 若还未受伤 他倒勉强 可以拼上一把 但如今 他身受重伤 若再妄动 无意找死 你不是魔人首领 照放皱眉看着旋风 旋风的实力 在同等五尊中 属于翘楚 但在一番交手之后 照放确实有些察觉 魔人首领不该这般弱 节节 我何时说过 自己是魔人头领了 旋风惨然一笑 冷冷盯着照放 你的修为 的确很强 比起普通五尊 还要强大 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若是碰到魔王大人 你必死无疑 看来 这魔王 应该还就是魔人的头领了 他在哪里 照放冷冷看着旋风 旋风目光闪动 正要开口 但在看到不远处的黑色云朵时 沿路喜色 玄机 救我 旋风朝着那黑云大叫呼救 黑云缭绕间 一个千娇百妹的宫装妇人 从其中走了出来 那妇人步履金银 姗姗作响 一身天蓝色宫装 让妇人传出一股雍容 华贵气质 妇人容貌极美 一笑一瓶间 透发着一种成熟诱人的风韵 就像是一枝熟透的水蜜桃 散发着诱人的味道 其周身缠绕的黑色魔器 非但没有破坏它的气质 反倒让其有种神秘飘渺的别样之感 那是一名身穿光装的中年美妇 雍容华贵 其毒涉人 其身体缭绕的黑色魔器 更是为其增添别样美感 被称为玄机的中年美妇 来到场上后 扫了玄丰一眼 带眉微醋 并不理会玄丰 而是看向赵放 劳资虽然很帅 但我口味略轻 对你这种女性 没有爱好 你也用不着这般追着 我不放吧 赵放看着玄丰 笑到一路之上 赵放都感觉 身后似有人尾随 但其机十分微弱 若有若无 当时的她 并没怎么在意 毕竟她的目标 是尽快找到魔人头领 救出沐清玄 但在宫庄妇人现身的刹那 赵放立刻分辨出来 那一直掉在自己身后 再发若有若无契机 便是此人 而且此女绝非常人 在如此近距离之下 赵放竟没有丝毫感应 若不是玄丰一言道破 赵放想要发现她 她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玄丰是你打伤的 拳击看了眼神秘少女 目光最终落在赵放身上 语气平淡问道 玄举 玄举 赵放没有理她 而是微微眠眼 琢磨着此人的名字 眼中突闪过一丝明亮 你是玄举宗宗主 赵放敏锐察觉道 玄举在听到此话时 目光颤抖了下 玄举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过 你既然踏入这具魔骨 那从此刻起 你便永远留在这里吧 玄举冷然说道 穆清玄在哪里 赵放依旧没有回答她 自顾问道 玄举眉头微皱 深深看了眼赵放 神声道 你是谁 穆清玄的像不 我来救她出去 听到这话 玄举神色复杂 口中发出一阵 肆意嘲弄的笑声 救她出去 别做梦了 任何人来到这里 都不可能再走出去 你更是不能 这个问题 就不劳玄举宗主操心了 我只想问一件事 穆清玄在哪里 赵放冷淡地望着玄举 玄举沉默看着赵放 气氛瞬间陷入僵石之中 玄举 你还愣着干什么 主人的命令 你难道忘记了 还不快快诛杀此聊 玄丰大叫起来 闭嘴 你给我住口 赵放与玄举同时看向玄丰 眼神冰冷喝道 尤其是赵放 此刻已然动了杀机 在其话语刚落之时 石脉神剑便已打出 势如奔磊 斩向玄丰 第234章SS级任务 诗 以石脉神剑之犀利霸道 别说此刻重伤状态的玄丰 便是全胜之石 也难敌石脉神剑之锋芒 玄丰毫无例外 被一剑削手 大好头颅高高抛弃 在鲜血喷洒的一刻 头颅内的剑气骤然爆发 暴射出无数血肉碎片 场面极其的血腥与残忍 玄举看着这一幕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若只是斩杀玄丰 他也能够办到 却无法做到如赵放这般 干脆利落 赵放此举 不但是将玄丰这个 孤造的家伙斩杀 更是在震慑玄举 看在你是清玄师尊的份上 告诉我 他在哪里 我可以不为难你 赵放盯着玄举 审声道 或许是因为凶为的缘故 即便是被魔化 玄举也并未如 普通魔人那般 变得十杀狂暴 失去理智 他自始至终 都保持着几分理智 而且 此人对自己的态度 着实有些可疑 若真是要执行那所谓魔王的命令 来绞杀自己 那刚才他与玄丰交手时 无疑是最佳时机 要知道 当时的赵放 可没有察觉到玄举的靠近 若他当时抱起杀手 即便无法斩杀赵放 也能给其带来不小伤害 偏偏他没有这么做 而是近似一旁 直至被玄丰叫破 即便现身 他也没有立即向赵放出手 反倒在赵放点明要解救木青玄时 木漏复杂之色 也正是如此 让赵放一度觉得 他好像有什么顾虑 直至玄丰被斩 赵放敏锐察觉到 玄丰的表情 变得轻松不少 你是赵放吧 我从青玄那里听说过你 拳击看着赵放 轻声说道 赵放并不接话 只是静静看着玄机 玄机常常叹息一声 何必呢 即便你能斩杀玄丰 也不是那人对手 我们魔化身躯 都是那人富裕 他若想杀我们 只是举手之劳 你走吧 凭你 是无法救出玄机的 看在你能不必生死 来此的份上 我可以当作你没来过 走吧 拳机说着 背对着赵放 目光露出一丝浓浓的悲哀 不救出清玄 我是不会离开的 赵放声音平静 却蕴含着一种九头牛 都无法拉回坚定 玄机肩膀微颤 不再背对赵放 而是转身 深深看着赵放 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 当然 赵放毫不犹豫 为什么 为什么 赵放微微皱眉 玄机笑了起来 因为 她是我的女人 玄机神色一正 突然笑了起来 她真是好福气 她在哪里 赵放紧盯着玄机 她现在被那人 以魔器灌顶 即便见到 她也不是从前那个她了 闻言 赵放神色一变 冷冷盯着玄机 快带我去 玄机不再多言 转身就走 赵放刚欲迈不跟上 那一直站在旁边的少女雨昕 却是猛的上前 拉住赵放手臂 少女看着赵放 面露软弱 西记问道 你 你能送我回家吗 点 对于此女 赵放也是颇为惊讶 小小年纪 便在阵法意图 有着这般惊人成就 这可不是寻常人能够做到的 若是其他场合 对于少女这个提议 她肯定会考虑一二 可现在不行 她心中对木清泉的担心 已经攀升到了极限 又哪里有心事去应成其他事情 就在她要开口拒绝之时 第一 恭喜玩家赵放 触发护送 雨昕回家任务 任务目标 找到雨昕所在的事例 将其平安护送回去 任务等级 SSS 任务奖励 未知 点双引号点点 我乐个去 竟然是3S级的任务 在任务公布的刹那 赵放立马傻眼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随意碰到的一个女子 竟然触发了前所未有的SSS级任务 要知道 即便是巨魔图森出事 雪沙十万里 造成无数生灵涂炭 系统给出的评价 也只是SS级而已 现在 仅仅护送雨昕回归 系统给出的评级 竟然超过了巨魔图森 用屁股想也知道 这护送任务 肯定不简单 但赵放 还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不说别的 就冲着任务等级 赵放说什么也要接 只要玩过游戏 有点这方面常识的人 都清楚 越是高等级的任务 风险也就越大 但同样的 收获也会随之 攀升 一旦完成任务 所获取的奖励 绝非普通任务 所能比拟 那或许会是一个 天翻地覆的变化 好 赵放点头 得到赵放点头 少女雨昕脸露 兴奋笑容 笑容极为美丽 宛如百花齐放 赵放置身于花海之中 刚才的愤怒 在这一刻 消去大半 你的事情 等我解决掉这里后 再说 如何 赵放看着雨昕 说道 嗯 雨昕点了点头 很是乖巧 那跟我走吧 赵放带着雨昕 在前面带路的玄机 神色复杂的 看了赵放一眼 暗暗摇了摇头 在玄机离开之时 那些之前曾经围攻雨昕 以及追杀赵放的魔人 并未就此散去 而是争相大吼 跟着赵放等人而去 摩弃深渊处 那被黑发遮蔽面容的青年 此刻并没有盘坐 吸纳摩弃 而是落入深渊之中 静静看着不远处的半空 半空之中 盘坐着一名女子 女子黑发如铺 面容精致 身穿一席青色长裙 宛如画中点缀的精灵 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这女子 此刻微闭双眼 在其身侧 有着无数道滚滚黑气 将其包裹 似乎要把她吞噬 女子面露痛苦之色 脸色时而发灰 时而发白 极为妖艺 痛苦 而随着这种变化的产生 女子纳如白纸般纯净的体内 丝丝磨气 还是剧脸 以女子身体为根基 疯狂的吸纳起来 看到这一幕 批发青年眼露兴奋之色 肿磨成功了 只要再过两个月 等她将吸纳来的磨气 全部融会贯通 她便是心魔 也是本王的王妃 穆青玄 那盘坐半空 闭着双眼的女子 不是别人 正是照放苦苦寻找的穆青玄 第235章 司徒城的机缘 突然 批发男子神色一名 冷冷看着不远处 嘴角现出一幕计较 不知死活 她转身看着目清玄 语气温柔 清玄 你再忍耐一下 等我解决掉这几个杂鱼 我们就可以离开荒域 这个小池 从此天地任我们翱翔 在转身的刹那 批发男子的气息 骤然变得阴力起来 狂暴的杀意 自其体内 不可一致地涌出 玄机 你竟敢判我 那就羞怪我手下无情了 批发男子 森然笑了起来 在那一刻 他就是地狱走出的锁魂使者 阴森可不 羞羞踢的 三道体恋长红 横贯而来 这三道长红的出现 对于这被无尽魔器充盈的魔渊而言 如同在大海中丢尽三颗小石子 根本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 但是 当批发男子看到三人钟 那站在中间的少年时 沿路是雪之芒 一字一句的森然叫道 赵放 赵放府一落下 目光便停留在批发青年身上 本来 按照魔渊内魔器的充盈程度 对方若想隐藏 赵放根本不可能发现 但对方没有隐藏 且浑身充斥着狂躁的杀意的 在这暗沉的魔渊中 就像是一个明灯 在吸引着赵放靠近 听到批发男子的段鹤 赵放威正 他与对方 只是初次相见 对方如何知晓自己的名字 在其段鹤之际 男子体表魔器翻滚 赵放隐隐看到 此人好像被断去一臂 赵放对比过往众人 最终却是摇头 他所认识的人 似乎没有一人 能与眼前之人 折上任何关系 你就是魔人头领 你是谁 清泉在哪 赵放盯着那人 寒声问道 谁知 在听到这话后 男子仰天大笑起来 你杀了我全家 却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了 男子的声音 透着浓浓的怨毒 杀你全家 赵放目光微冷 被劳资杀全家的多了去了 你又是哪个砸碎 披发男子仰头大笑 笑声震动魔器翻涌 披在面前的发思 根根竖起 勿出一张争鸣 满是兄弟的面孔 嗯 赵放微微眯眼 他确定 自己是第一次见到此人 但在看到他时 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爹 娘 二弟 你们在天之灵 一定要亲眼看着 我司徒成 要替你们报仇了 批发男子仰天大叫 司徒成 听到这个名字 赵放终于知道 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来自何方了 司徒方 碧落俊成城主府 司徒家族的二少爷 同时也是玄姬宗的 那门弟子 当时 因为司徒方要对此 善行不轨之事 被关键时刻赶来的 赵放废调修为 也正是如此 赵放对于 司徒方的印象 极为深刻 如今这一看 司徒成的相貌 与司徒方却有几分相似之处 在我知道 是你灭杀我司徒家满门时 我便离开玄姬宗 下山找你复仇 奈何 你胸围太强 我不是对手 只好请杀戮酒馆的杀手出面 原来是你 听到司徒成的话 赵放眼路寒芒 杀戮酒馆的杀手 没有找到他 反而把子善带走 不但如此 在守城保卫战中 杀戮酒馆还派出五帝级别杀手 险些将自己击杀 而造成这一切的 就是眼前的司徒方 这如何不令赵放愤怒 不错 就是我 我没有想到 杀戮酒馆出手 不但没有杀掉你 反而连累我断去一臂 说着 司徒成辅着断壁处 面露刻骨铭心的仇恨 你实力不断提升 甚至灭掉了碧洛郡城 其他两大家族 而且 还成为王都赵族最强黑马 连武尊都被你所杀 我本以为 此生 再也没有报仇的机会 却是没有想到 巨魔出世 浮尸百万里 而我 有幸见证这一幕 更有心得到一滴巨魔鲜血 从此愉悦龙门 实力暴涨 现在的我 想要杀你 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 那么简单 司徒成冷笑间 体内气势骤然爆发 一股庞大威压 夹杂着淡淡地威 弥漫全场 半地 那神秘少女与吸睛呼出声 玄机的脸上 也是露出紧张恐惧的表情 赵方面色微明 这司徒成 的确获得了大机缘 实力突飞猛进不说 还没有丝毫屈服的迹象 甚至 在气势方面 比起南宫老祖 还要墙上三分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已经踏入半地层次许久 随时都会成为真正的五地强者一般 五刀一徒 的确充满无尽变数 不过 我不相信 单凭巨魔的一滴鲜血 会让你有这么大的变化 赵方冷声道 司徒成哈哈大笑 你果然聪明 一眼就看出关键 为了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告诉你也无妨 那可不是巨魔普通的鲜血 其内 还蕴含着巨魔的片段记忆 赵方道 所以你是凭借巨魔鲜血改造肉身 然后服以其技艺 才在这么短时间内 达到半地层次 不错 这是上天给我们司徒家的弥补 我定不负贴心 亲手将你诛杀 司徒成恳然狂笑 眼中闪烁肆意嘲弄的表情 在其眼中 赵方就好像那砧板上的鱼肉 只能认其处置 不过 在此之前 本魔还要先把你这个叛徒 给解决掉 司徒成看向玄机 眼露虽然寒芒 玄机脸色 瞬间如雪花斑煞白 他连连退后 毫不犹豫 转身就逃 连用的 司徒成猛笑 他五指成爪 虚空抓向玄机逃离的位置 而后用力一握 只见 蜡已然逃出数百米外的玄机 惨哼一声 身体亮呛 直接向下坠落 一声声淒厉悲哀的惨叫 自玄机坠落处传来 扶下血魔玄丹 你的生死 只在我一念之间 居然还望普逃走 真是不知死活 望着那次缓缓烟尘中 亮枪走出 面露凄荣的玄机 司徒成没有丝毫怜悯 眼中满是冷漠与不屑 叹在你曾经是我师尊的份上 我给你一次机会 废了此人 我便不计较你这次的背叛之罪 司徒成指向赵芳 第236章立战魔地 卷机看了赵芳一眼 面露犹豫之色 我数三个数 若你到时还未动手 那就跟他一起受死吧 司徒成眼神冰冷 缓缓竖起三根手指 漠然道 三 拳击面露艰难 二 拳击微微咬牙 一 拳击动了 抬手抓起一柄魔弃长剑 杀相照放 司徒成脸上 明显露出一丝得意 但当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魔弃波动时 他得意的表情 瞬间阴沉下来 冥完不灵 也不见他躲闪 只是虚手一抓 那一场锋利的魔弃长剑 竟被其徒手抓住 掌心魔弃涌动 魔弃卡擦一声 崩碎成无数碎片 与此同时 司徒成手中多出一把魔弃长刀 在长剑崩碎的刹那 长刀劈出 实如山崩 即便旋击打起十二分心神 依旧被其刀气斩中 腹部处理时多出一个猙獰的刀口 鲜血流淌 旋击闷哼一声 脸色越发惨白起来 甚至 他的实力 也因为这次受伤 降低许多 以至于在面对司徒成 绵绵不绝的攻击时 显得很失狼狈 只能被动防御 身上的伤口 意识越来越多 当初留你一命 就是觉得 你还有些用处 却没想到 你如此不知死活 竟然与我抗衡 我能赋予你心生 自然也能取你性命 现在 给我去死吧 司徒成默然开口 如同一尊高高在上的魔神 在宣布一个卑微蝼蚁的命运 随着他话语刚落 其手指点出 一道惊人的黑色魔器 如同风锐力剑 如闪电般刺向玄机的眉心 以玄机的速度 根本抵御不了 而且 在他跟司徒成动手之际 司徒成便催动 他体内的血魔玄丹之力 就算他速度能跟得上 体内却已没有力量 再与司徒成抗衡 清旋 玄机看着木清旋所在位置 沿路悲哀 最终绝望闭上双眼 哼 强大的劲气 自其身前扶过 直接将他震飞出数十米外 玄机再度睁开双眼时 便是看到 眼前多出一道人影 那人影不是别人 正是赵放 清旋就在魔渊之中 司徒成想要用魔器将他魔化 你赶紧去救他 玄机冲着赵放大叫 赵放面色一沉 看向魔渊 还未动身 司徒成便挡住他的去路 看来 我是有些小去你了 竟然能跟得上我出手的速度 司徒成看着赵放 眼中露出一丝亚异 赵放会出手 他并不意外 他唯一感到差异的 是赵放竟然能挡住他的攻击 连真正的武帝 我都可与之一战 更何况你这个半地 赵放冷笑 别拿我与那些垃圾武帝相比 我会让你知道 这将是多么错误的一件事 司徒成面容冰冷 杀鸡四溢 抬手间 滚滚魔器涌出 凝聚成全 空向赵放 赵放面无表情 反手向抗 与此同时 他冲着身后的羽膝盗 去魔渊中救人 羽细看了眼魔器滚滚的魔渊 面露犹豫之色 最终 他微微咬牙 身形如风 向着魔渊处飘去 找死 司徒成大吼 手掌猛然拍向自己胸口 口中喷出黑血 在其一指尖 黑血化作一道妖艺黑剑 眨眼破空而去 直赐羽细身后 给我碎 赵放眼神一鸣 抓向那黑剑 黑芒被赵放抓住 正要捏碎之际 黑剑泛起的诡异的黑气 却是斩破赵放灵力手掌 挣脱开来 不过 今此 黑剑略显暗淡 微时烧剑 但锋芒依旧 像是认准羽细般 疯狂挣脱赵放的速度 向着羽细刺去 羽细脸色大变 双手匆忙掐印 在身后凝聚出一个防御巨盾 当 黑剑撞在巨盾上 发出一道沉温的重响 据盾上骤然多了一道争鸣裂纹 而后轰的一声炸开 与黑剑同时化作金银光点消散 羽细被这股爆炸力量阵的吐血 焦柔身躯向着魔冤处到飞而去 这也多亏赵放拦截了一次 若非如此 凭借那诡异黑剑之下 只怕一击 便能将羽细抹杀 呆死 剑没能抹杀掉羽细 司徒成眼路寒芒 还要再出手 此刻 赵放已然出现在其身前 给我滚 赵放低喝 石烂神剑呼啸而出 司徒成脸色微变 似是感觉到这剑波中蕴含的危险波动 连亡退后 也便是这个当口 与心没入魔冤之中 见状 赵放微微松了一口气 哼 就算让他进去又如何 那里面魔器之盛 就算是普通魔人 也不敢乱闯 他一个人类 乱闯进入 只有死路一条 司徒成冷笑 赵放冷冷望着司徒成 你本已经逃过一劫 却不知死活 妄图向我报仇 不但如此 还利用清玄 真是该死 这一次 我一定会送你 跟你全族团聚 狂妄 你真以为 我是赵元昊 赵光明之流 本末可是半地 你区区五尊 竟敢还想杀我 真是不知死活 司徒成冷喝之际 再度出手 这一次的威势 丝毫不逊色之前 甚至更强 掌力呼啸间 宛如山岳压下 让人倍感压抑 赵放面无表情 石脉神剑打出 带起道道 凌厉剑芒 杀向司徒成 司徒成成声爆赫 滚滚魔器 在其掌中 化作一柄巨大战刀 战刀横贯天穷 散发着 虽然可怖的寒芒 在其出现的刹那 便是朝着赵放 披头斩下 迎向石脉剑波 两者碰撞之际 整个山谷再度被撕裂 恐怖的禁气 轰鸣声 在此地乍响 魔器化作的巨大战刀 经过石脉剑波的阻隔 其内蕴含的魔器 逐渐被消耗抵消掉 最终缓缓散去 再度化作魔器 汇聚于深渊的上方 这一次 两人可谓是平分秋色 你那是什么武技 竟如此强悍 能与我的魔刀抗衡 司徒成眼露惊讶之色 他身处魔渊 是斩的又是魔技 此地对其实力增幅 可不是一心半点 然而 便是如此情况之下 那被其寄予厚望的魔刀 却被那数道七彩光芒的剑波 给斩面了 这如何不让他心惊 第237章 木青玄魔画 有点意思 司徒成咧嘴一笑 眼中的杀意 越发浓郁 勉强能让本魔耍上片刻 既然如此 就让你也见识见识 本魔真正的手段吧 司徒成口中发出一道力笑 提表魔器翻涌间 纷纷向其身前涌去 轻可见 一道巨大魔影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司徒成身前凝聚 那魔影明明是魔器所凝 但在凝聚成形的刹那 却蕴含着棒薄且惊人的魔力威压 这种压迫 比起司徒成身上的魔器 不知纯正了多少倍 这种魔器 照放只在一人身上感受过 尤其是在看到 魔影幻化的模样时 他心神一阵 脱口而出 聚魔图森 魔影不是别人 正是聚魔图森的模样 只是相比起真正的图森 这魔影则是弱了无数倍 且死板呆滞 毫无灵动之感 嗯 你竟能认出他的身份 司徒成惊讶 玄机得意大笑 不错 这就是当日血沙数十万里巨魔图森 以他之能 盘指尖 便可覆灭北境 可谓是魔艳滔滔 而我这道魔影 是以他的鲜血为以凝聚而成 虽说不具备他的真正威能 但就算是一些普通武帝 也不敢因其锋芒 你能死在此魔影之手 也算不辱莫你天才之名了 不用司徒成多说 照放亦在此魔影身上 感受到极大的威胁 一击狂暴 开 照放毫不犹豫 开启一击狂暴 实力瞬间标志五尊巅峰 司徒成察觉到照放气息的变化 不以为意 只是冷笑道 五帝都无法与其抗衡 就算你拥有五尊巅峰实力 又能如何 杀你足以 照放也不多言 实力大涨之际 毫不犹豫出手 剑光如虹 斩向那挡在司徒成身前的魔影之上 轰轰 剑光呼啸间 生生将魔影斩碎 不留一片 死了 就这么容易 不远处脸色发白的玄机 看到这一幕 有些惊恶 然而 他确实注意到 斩碎魔影后 照放脸上并未露出任何轻松之色 什么 拳机陡然惊呼出声 但见那原本被斩碎的魔影 再眨眼的功夫 再度凝合如初 浑身没有丝毫受创的痕迹 怎么会这样 拳机自存对司徒成很了解 但在看到这一幕时 他却为自己这种幼稚的想法 感到可笑 照放神色莫然 石脉神剑再度打出 情况与先前 如出一辙 魔影被斩碎 但很快 又恢复如初 就好像 这尊魔影 拥有传说中只有五神以上强者 才能掌控的不死神通般 但照放更清楚知道 这根本不可能 若是具魔徒孙本人 或许有这种神通 但眼前的魔影 只是一道虚幻之影 连真正的魔都穿不上 又如何会具备这种逆天的神通 既然不是不死神通 那眼前的一幕 又做何解释 照放抬起头 伸碎双眼 看向四周浓郁如阴云翻滚的魔器 眼中露出一丝明雾 哈哈 在这具魔谷中 本魔就是无敌的存在 别说你只是小小五尊 哪怕是五帝 也翻不起任何风浪 此图成得意大笑 照放微微皱眉 他虽说看出那魔影不灭的关键 但只要身处这具魔谷中 他想要彻底斩灭魔影 确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不过 他并没有停手 时脉神剑一招招打出 体内凌厉 像是不要钱般 向外宣泄 每每在魔影刚刚凝聚而成的刹那 便有见其呼啸而来 将其斩灭 如此周而复始 持续了二十多次后 大凝聚出的魔影 明显与先前有了一些变化 其体型 与第一次凝聚时 缩小不少 这种差距并不明显 若不细细观摩 很难看出来 但照放感知敏锐 清晰察觉到 魔影凝聚的威势 比起最先 要弱上一些 看来 也并不是不死之身吗 照放咧嘴一笑 反观司徒成 则是面色阴郁 他怎么也没想到 照放的攻击 如此犀利 且源源不绝 这家伙 到底怎么回事 体内灵力源源不绝 这股丰沛程度 比起一些武帝 也不遑多让 他真是五尊巅峰 司徒成心中 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但现在 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若是再让照放这般杀下去 哪怕此处失去魔骨 哪怕魔器源源不断 魔影的威力 是必大幅度降低 点 然而 便在此时 魔渊之中 腾起一道霞光 照放与司徒成 同时看了过去 只是看了一眼 两人脸色同时大变 司徒成面色阴沉 杀意滚沸 冷冷盯着 霞光中缓缓现出的两道人影 重点落在那被搀扶的 轻衣女子身上 轻衣女子自容交好 但面色 却是泛着一层灰白 眉心处有着三朵黑色梅花 散发浓浓磨气 清玄 看到那轻衣女子照放脸上并没有多少喜色 反而越发阴冷 因为 她在木清玄身上 感受到了浓郁的魔气波动 木清玄双目紧闭 似是陷入某种深层次的修炼之中 感知不到外界的情况 只有在魔气翻滚剧烈时 才会偶尔皱眉 露出痛苦的表情 你竟能把它从下面带上来 司徒承盯着雨昔 目光阴晴不定 魔渊 是具魔谷中魔气最为浓郁之地 若是普通武者 没有吞纳过魔气之人 进去之后 定会被魔气绕身 轻则神智不轻 重则暴体而亡 正是因为如此 当雨昔进入魔渊时 司徒承并未急着阻挠 在她看来 雨昔的结局 必然是如此 但眼前的一幕 却让她有些惊恶 雨昔不但活着出来了 还把木清玄给带上来了 尤其是看到 木清玄额头的黑云 正缓缓散去时 她的目光骤然变得很是恐怖 暴躁 该死 谁让你把她带上来的 司徒承大吼 刚凝聚出的魔影 射掉赵放 杀向面色苍白的雨昔 雨昔面色苍白 并非因为司徒承的攻击 而是在魔渊之中 为了抵御魔气 消耗甚大 不过 以她此刻状态 的确很难接下司徒承这汹汹一击 而赵放 在动身之际 则是被司徒承缠住 仓促之下 根本无法抽身阻拦 雨昔的生死 悬于一线 第238章司徒承的极度 魔影手掌拍出 看似轻飘无力的手掌 却在落下的一刹 爆发出轰蒙问响 宛如万军雷霆 势不可挡 司徒承眼露争鸣杀鸡 似乎已经看到 雨昔被斩杀当场的画面 给我滚开 赵放力吼 一掌震开司徒承 晚了 司徒承冷笑 在赵放震开司徒承的刹那 魔影的攻击 宛如鬼没般 落下雨昔 雨昔那娇小的身躯 在这道剧长之下 就像是风暴中的一夜扁舟 随时都会倾覆 砰 门哼传出 一道人影鞋飞出去 口中洒血 赵放大吼 时迈神剑全出 生生将司徒承斩的心血流淌 司徒承面露得意的宁笑 不以为意 旋即 他笑容微顿 得意的表情 露出一抹错恶神色 这 赵放抬头看去 眼中意识涌出不可思议之色 那被魔影轰飞之人 不是雨昔 而是玄机 见女人 你这是找死 司徒承额头青筋暴跳 愤怒无比 落在数十战外的玄机 脸色极为惨白 口中鲜血 如同不要钱一般狂喷 以魔影那一击的力量 足以顺杀一名八平五尊 玄机修为虽不如八平五尊 但身体却被魔器改造 远超普通五尊 也正是如此 他现在还保留一些理智 但也到了名流之际 带 带上青筋 快点离开这里 玄机看着赵放 随后目光落在双目紧闭的 木青筋身上 面露不舍 以及懊悔 是我害了他 若非因我缘故 他也不会回到玄机宗 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是我害了他 若是我的死 能够挽回这一切 我毫无怨言 说完 玄机气心微弱 闭上了双眼 不知是死掉 还是昏厥过去 见人 司徒成目露 孙然杀鸡 与其心意相通的魔影 刹那间踏出一步 并未杀向将死的玄机 而是再度斩向羽兮 以及 木青玄 滚开 赵放神色漠然 二话不说 石脉神剑斩碎魔影 身形雷洞间 出现在羽兮身前 冲其喝道 快走 离开这里 羽兮咬牙 带着玄机快速退后 但令赵放压抑的是 他并不是向着山谷外赶去 而是朝着谷内 另一处位置而去 他的魔化 已经达到后期 想要用常规手法去除其体内魔器 已然不可能 我记得有种方法 若是镇压即时 可将其体内魔器 全部封印镇压 不过 得需要一人护法 羽兮一边退后 一边对着赵放说道 赵放目光一明 沈声道 好 就按照你说的办 你先离开 我将此人解决后 便去寻你 再知道 木青玄有此变化 全是司徒成造成的后 他对此人的杀意 已经攀升到了极限 解决我 就凭你 真是不自量力 司徒成冷笑不迭 不过 我们之间的恩怨 的确该有个了结了 说着 司徒成张开大口 生生将魔影吞下 随着魔影被其吞掉 司徒成的气息 竟突然暴涨起来 轰 司徒成的气息 生生从半地层次 无限催生至五地 面对五地的我 你又能拿什么跟我斗 司徒成狂笑 魔气滔滔 在其周身翻涌 如同说 之前的司徒成 还是介于人与魔之间的话 那现在的他 已然踏入真正的魔道 浑身充斥着凶利邪恶的波动 照放目光临重 司徒成虽是靠吞噬魔影达到五地 但其体内 并没有任何强行提升修为 而产生的虚浮迹象 其体内魔力扎实 就算是一些普通五地 也比之不如 说起来 司徒成并不是赵方见到的第一个五地 但却是第一个魔地 他虽只是出踏入一星五地 但其体内散发出的滔滔魔艳 竟是丝毫不逊色杀戮酒馆的驼碑老者 而且 从某些方面来说 司徒成 比驼碑老者 更加强悍 连有想到 他还有这种隐藏手段 赵方深吸一口气 但其脸上 并没有露出半点怯懦 反而带着一丝兴奋 以及欣喜 尽管司徒成浑身缭绕着黑色魔器 但怎么也遮盖不了 其头顶 那闪闪发光的Boss光环 劳资一定要爆掉这个傻叉 照放眼中放光 意念一动 大下铠甲覆盖复心要害处 司徒成毕竟是个大Boss 而且 还是一名魔地 自然是马虎不得 哼 就算你有再多的手段 难道 还能跨过五尊与五地 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成 这一次 你必死无疑 司徒成冷笑之际 身形骤动 如音风呼啸的声音 顿时在聚魔谷内回响 只是眨眼的功夫 司徒成便出现在照方面前 携带滚滚魔器 悍然轰出一拳 照方面无表情 快速出手 以剑指相抗 砰 今天的梦想传出 强大的劲气 自二人交手处 猛然向着四周宣泄开来 便是还在激动的二人 也因此 背着鼓力量先飞 但在倒退的刹那 两人稳住身形 同时消失在原地 砰 砰 去空之中 魔气剧烈的颤动 强大的波动 一波波席卷整个山谷 两人以快打快 场上除了那不断爆响的 砰砰声之外 根本看不到两人身影 这种激动 并未维持多久 司徒成化身的魔地 自虚空中险现而出 其膨胀的身形 足足缩水了一大圈 就连体表缠绕的黑色魔气 也略显暗淡 显然 这次的以快打快 令司徒成损伤不清 在其对面 照放一时有些狼狈 但因为有霸下铠甲的缘故 他倒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创伤 卷脉神通 你竟然开启了血脉神通 司徒成盯着 照放身上的霸下铠甲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声音中满是不甘语嫉妒 你不过是以水城照 加一个小辈 怎么会有这种机缘 劳资人平好 你特么咬我啊 哼 不过区区血脉神通 真以为本魔地奈何不了你 司徒成眼路寒芒 下一岔 其体内传出一股 极为恐怖的气息波动 即便是照放 在感受到这股气息时 亦有肿心筋肉跳之感 第239章 木兽 吞 司徒成大口一息 聚魔谷内 无数魔器 源源不断涌来 化作一道道魔器洪流 融入司徒成的体内 司徒成的气势 再度暴涨起来 竟亦引有冲击二星五帝的感觉 尼玛 不是吧 照放眼灯如牛 光是一星五帝的司徒成 就已经很难搞了 若是司徒成达到二星五帝 照放绝逼只有跑路的份 不能让他如愿 照放目光闪动 失指剑气交错 形成一道密集的石脉神剑剑网 向着司徒成脚杀而去 然而 令照放吃惊的是 石脉神剑剑网还未靠近司徒成 便被其周身萦绕的魔器所吞噬 不知所踪 照放连续尝试了数次 结果都是如此 他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 尤其是司徒成的气息 越发接近二星五帝 他略意犹豫 冷哼道 暂且让你多活几天 说着 他转身向着少女 雨昕消失的位置追去 司徒成自顾吞吸魔器 根本没有去阻拦照放 或者说 无暇去阻拦 雨昕速度不慢 只是斩茶的功夫 便带着木清泉来到数十里外 若非他有意散发气息 引导照放 照放就算想追 估计也是两眼抹黑 凌云先不全力踏步下 照放瞬息千米 只是片刻的功夫 身影便已在数里之外 钉墨过了上百息 照放远远便看到 雨昕木清泉的身影 雨昕在察觉照放赶来时 速度方慢许多 你没事吧 那个人 雨昕望着照放 连忙问道 他还没死 不过 也活不长了 照放冷笑间 目光落在木清泉身上 即便远离去魔骨 其身上浓重的魔器 也并未因此减去半分 反而越发浓郁起来 接近彻底魔化 这怎么回事 照放眉头紧皱 离开剧魔深渊后 他体内的魔器 便有失控的迹象 我们得赶紧找个地方 将他体内魔器镇压 不然 他会彻底魔化 雨昕审声道 照放没有多言 自雨昕处接过木清泉 便尾随雨昕而去 越是前进 他越是心惊 要知道 他如今所在位置 是整个摩云岭的最中心位置 也是一些七八阶 甚至九阶灵兽的活动范围 即便这些灵兽领土意识很强烈 携少踏足其他灵兽地盘 但在这赶路之际 照放还是清晰感应到 树谷强悍的气息波动 特么 那应该是八阶灵兽吧 竟让我生出一种无力的恐慌感 照放看了左侧方位一眼 额头冷汗密布 更让他头皮发麻的事 雨昕也不知道要带他去哪里 竟丝毫没有停留的意思 一副继续深入的样子 我说咱这是要去哪 照放还是没能压住心中好奇 问道我也不知道 听到这话的照放 顿觉心中被一万只草泥马疯狂碾压而过 差点就要破口大骂 我总感觉 这里好像有什么异常的存在 特么 我感觉你才是最异常的 照放欲哭无泪 他苦着脸 正要开口 突然像是感应到什么 骤然回头 一缕黑雾 在其身后十数里外闪现 与此同时一道极为阴沉且充满杀意的声音 自黑雾中传出 照放 你跑不掉的 特么 照放更加郁闷 这下子连后退的机会都没了 快走 雨昕脸色大变 抓着照放 向一个位置赶去 在照放消失后不久 最先出现的黑雾 经过狂风席卷 陡然化成无数骨 滚滚黑雾弥漫间 吞噬了大片的山脉 在黑雾中 一道高约百丈 浑身散发着邪意恐怖气息的身影 在黑雾中若隐若现 黑雾扭曲间 化作一道巨大人脸 正是司徒成 他望着照放离开的位置 口中发出虽然的凝笑 照放 这次看你怎么逃 说话间 身形化作一团黑雾 迅速跟了上去 速度比起之前 竟还快上数倍 照放只是看了一眼 便眼皮狂跳 他能感觉 此刻司徒成的胸围 已经达到二星五地巅峰 无限接近三星五地 若是与其交手 生死暂且不说 定然会延误为 沐青旋驱除体内磨气的时机 一旦延误 沐青旋就会彻底魔化 到时候 那可就真的挽救不回来了 不好 这时 在前面的带路的羽西 突然惊呼一声 怎么回事 照放连忙问道 前面 羽西指着前方 声音苦涩 照放一正 只是看了一眼 顿时猛逼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 是一座云雾缭绕的区域 白色的云雾如洞间 不断吞噬着四周环境 将周围的山脉 纳入白雾的范畴之内 更为神异的是 当照放看向那云雾时 那云雾骤然停止了蠕动 刹那间 照放有一种感觉 好像 那云雾中 有一双眼睛 正在盯着自己一般 卧槽 好邪性的白雾 这特么又是怎么一回事啊 点 有关魔云岭身处的 鬼秘传闻 在其看到白雾的刹那 涌上照放心头 爱装逼的男生 运气都不会太差 劳子应该不会这么倒霉 照放嘀咕了一句 旋即看向脸色沉溺的雨曦 问道 你认识这玩意 她本是随口一说 却没想到 雨曦竟真的认识 这是雾兽 极为诡异 能幻化万千 防不胜防 而且 极难杀死 雾兽极难招惹 若非本身墙上雾兽几个档次 或者有其他手段 一般根本不是其对手 而一般分辨雾兽 主要看云雾颜色 眼下这头是白色 代表的是 有生阶段的雾兽 有生阶段啊 照放松了一口气 不可小觑 有生阶段的雾兽 就算是五帝 也不一定是其对手 雨曦神声道 卧槽 不是吧 照放震惊 还是有生阶段 就拥有五帝级别的实力 这特么简直就是神兽啊 秋 破空声辞声后响起 不用回头 照放便感觉 一股强大的魔气 正充斥这片区域 雨曦略一咬牙 冲着照放道 进入白雾内 唯有办法 避开雾兽的探查 第240章青秀山谷 魔气浩荡而来 在白雾前停下 魔气如洞间 司徒成的身影 从其中走出 他望着眼前白雾 围头微皱 但渐渐的 司徒成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望着不断如洞 且与魔气交织 相吞噬的白雾 眼中露出一丝罕见的忌惮 雾兽 这是他从徒孙精血中 得到的零碎情报 悟兽 极为罕见 不到万不得已 皆不可轻易招惹 这是徒孙对于悟兽的总结 司徒成虽不知悟兽有什么恐怖的地方 但能让一代巨魔徒孙 都如此忌惮地存在 岂是什么善良之辈 但他不甘心 不甘心看着主熟的鸭子飞走 这只是又生气的悟兽 凭我的实力 就算不敌 也能从容退走 司徒成目光闪动 挥手间 身后黑雾翻涌 挖作时数到黑色见光 冲入白雾 在司徒成展露战役的同时 白雾剧烈蠕动起来 一头头雾化灵兽 从其中冲出 迎战黑雾见光 这些灵兽虽只十六阶 但胜在数量 上百头其出 即便是司徒成 在一时间 也有些手忙脚乱 若非他身具魔地之体 体质易于常人 怕是刚才的一轮冲击 足以将其重创 而且 这雾化灵兽 仿佛源源不断一斑 他刚将其摧毁 白雾如洞间 便又有一头雾化灵兽冲出 如此约莫片刻 司徒成也有些吃不消 他口中发出一道尖笑 黑雾弥漫间 形成一个巨魔身影 迎战雾化灵兽 司徒成则是届时前冲 直接冲入白雾之中 消失不见 这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望着眼前山清水秀 零有半思雾气的山谷 赵大观人有些猛逼 而雨曦看到这一幕 先是一正 旋即大喜 我们运气真不错 怎么说 那头雾兽是在沉睡状态 也只有如此 才会有眼前的一幕 沉睡 嗯 又生气的雾兽 想要进化 除了吞噬 就是沉睡 文言 赵放脸上也露出一丝轻松的笑意 但在看到木清玄那被魔器充斥的身体时 他眉头紧皱 得抓紧时间了 来这边 雨曦在前带路 两人沿着山谷前行 最终选了一处略显偏僻的山洞 雨曦手掌掐掘 一道道印法打入虚空中 随着这些印法的消失 一道极为隐秘的阵法成形 但雨曦并未停手 而是继续打出法掘 足足有时数到法阵成形 交互笼罩住这个山洞后 他这才停手 这里包含了隐藏阵法 幻阵 以及困阵术种 便是那人发现 短期内 也休想攻破这里 雨曦颇为自傲说道 说话间 他剧烈的咳嗽起来 脸上极为苍白 看得出来 刚才的连番布置 令其消耗巨大 扶下他 照放取出一瓶丹药 递给雨曦 雨曦道谢接过 扶下两三颗后 原本消耗掉的真力 以及快的速度恢复起来 照放进入山洞后 将木清旋放下 已经恢复大半力量的雨曦 看了木清旋一眼 眼神极为凝重 他再度打出一道道法诀 其上波纹闪烁 宛如一道金色光圈 将木清旋笼罩 在金色光圈处碰到 木清旋的瞬间 其体内的魔气 不受控制的涌出 与金色光圈对抗 想要将其逼出 多 雨曦咬破手指 一缕弹金色血液冲出 融入金色光圈 刹那间 金色光圈光芒大涨 散发出阵阵圣洁光辉 此光似乎对魔气极为克制 原本还极为嚣张的魔气 在接触到金光后 骤然萎靡 有大半被金光净化吞噬 剩余的 则是随着金色光圈 融入木清旋体内 被镇压在金色光团内 这一过程 进展得颇为顺利 但对雨曦的消耗 却是极为严重 败到一切结束 她的脸上 已然苍白如雪 气息虚弱 像是元气大伤一般 你这是怎么了 照放连忙取出一颗 黄极极品回复丹药 递给雨曦 这是她仅有的几颗存货 极具价值 但雨曦为了木清旋 元气大伤 可谓是付出极大 对此 照放自然不会吝啬 服下丹药后 雨曦虚弱的气息 渐渐变得平缓 并开始逐步地恢复 但像刚才那样 急速恢复的场景 却是不复发生了 照放知道 这是雨曦消耗太甚的缘故 这封魔阵 我也是初次动用 对我新神元气的损耗都是极大 我需要好好调养一番 留下这番话后 雨曦便直接昏迷 虽是昏迷 但其体内虚弱的身体 却在服用丹药后 自主恢复起来 在雨曦昏迷后没多久 一直紧闭双眼的木清旋 缓缓睁开眼睛 当她看到照放之际 神色微正 面上涌出难以置信之色 照放 是我 照放点头 得到照放确认 木清旋像是见到亲人般 猛地扑在照放怀中 用力地抱紧她 我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 听到这话 照放心中一酸 她抚摸着木清旋 如铺青丝的发烧 轻拍其背 温言安慰 木清旋渐渐贫富心绪 待察觉此刻状况后 俏脸泛红 连忙挣脱 紧贴着的软香温玉的离去 让照放颇为遗憾 她是谁 尴尬的木清旋 目光转动间 这才注意到 这阴暗的山洞内境还有一人 而且 还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照放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对木清旋讲述了一遍 听闻雨昕是为了救自己 才变成这幅模样 木清旋眼中闪过一丝感激的同时 还有担忧 她不会出什么事吧 应该不会 照放不确定说到 木清旋沉默 照放 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照放看向木清旋 木清旋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神声道 如果 如果我真的彻底魔化的话 请你一定要杀了我 照放脸色一变 将木清旋直接揽在怀中 声音坚定道 我不会让你走到那一步的 木清旋笑了 笑得很开心 心中却是涌起极大的满足 她紧紧抱着照放 好像抱着整个世界 突然 她眉头微微皱起 无论 具体满足